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这边长度你也可以做一个 外面自己再包一个if 如果长度等于10 那表示正确 错误 错误 正确 这边的话我刚刚提到有关那个 如果我今天后面 加的不是一个文字的1 这个时候呢 打勾当然你结果一定会全过的女生 为什么 因为它永远不可能等于 这个1 可是如果说今天好了 我刚刚提到 如果你要把文字 因为MID MID的函数呢 它回来的东西一定会是文字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转成数字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先把它插入函数 从这边看会比较简单 你可以在外面包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在里面可以找到 其实你可以插入函数 文字里面最下面一个 就这个 value 有没有看到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 不就有了 你可以试试看 上面好像可以key一些东西 文字转数字 按搜寻 有时候好像也可以找得到这个东西 好 那做法上面 不外乎就是怎么样 不外乎就是 在这个外面自己打上去 value 或者是你可以包起来 反正我习惯是直接打上去 比较简单 那就直接在 这个MID的外面 打一个value 刮糊 然后后刮糊 这样的话呢 后刮糊 包在这边 把这个MID回来东西 有没有 包完之后呢 它本来e双一号 就会因为包一个value的e 就会变成没有双一号的e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向下填满 结果就会是跟刚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啦 但是这个如果刚好你有遇到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有遇到过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当然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不用绕一圈啦 因为又一个这个 一个MID再一个value 光给一般其他人看到就觉得 哇你这个 这到底在做什么 头头晕的 这里面又一个MID 又一个value 而且他如果没用过 他觉得 就很恐怖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综合练习题 所以特别注意 我外面是包一个 这个这个value 这个是额外在 多讲的 OK 好 那再来就是说 综合练习题部分 综合练习题部分 我们的解法不外乎 在上方 一般如果是自串跟自串串接的话 中间一定要加那个串接符号 我想应该是有观念吧 所以呢 你可以等于什么呢 09 记得前后一定要双引号 表示一个自串 end什么呢 end11 然后再end 串接 end什么呢 end一个双引号 一个minus符号 然后end什么呢 end这个 不过这个前面呢 是不是应该有0 要补一个0 所以呢 如果题目里面要求用REP 那我们就用REP 那REP 要REP 重复什么 重复几个0 那几个0 由谁来决定 由他的长度来决定 那可是问题他两个的话 那你可以用3来减 3减掉 2 余 就剩下1 那就是重复一个0 3减掉一个 那就是两个 所以重复两个 我好像感觉绕了一圈 没办法 这题目里面有规定的话 那你就这样做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再把REP的函数加在这里 特别注意 如果你前面已经有公式 你就不要再按这个插入函数 他会把这个公式也盖掉 所以请你用前面这个箭头 再找到REPT 他会帮你把什么 这一个函数加到这个后面 这个如果是一直串的话 请你用前面的这个箭头 他会帮你放在这里 你不要用这里 因为用这里的话 有时候会把这边给盖掉 OK 好 那重复什么 重复0 所以你告诉他说我要重复0 那用什么来决定呢 用3来减 3减掉 LEN 刮弧 然后前刮弧就好 再包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 告诉他说 你帮我算算看 他的长度是多少 OK 那回来的话 他因为有两个字 所以3减掉2 等于1 所以重复一个0 OK 应该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很直觉的 按确定 他就变这样子 一个0 后面还有什么 AND 再串接什么 串接他应该串的 就是他 对不对 按打勾 有没有 084 那在后面的话 再做一次 所以比较聪明的做法 你不要再做了 你就干脆把这边AND 有没有 复制嘛 Ctrl C Ctrl V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这个 这边 改成这个 再打勾 答案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再点两下 全部就做好了 OK 但是 有点难度 OK 不过你 假如你可以很流畅的做出来 表现你这个功力 应该是有一定的程度了 其实 使用函数 就是撰写这个功识说 你就是 尽量用一些方法 因为上面已经有提供你一些视窗 你就用这个方法 很快就可以做出来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似乎 蛮冗长一串的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按部就把它简化 简化提高效率 第一个 用其他函数 把这个串起来 第二个的话 看看能不能在这边加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帮我完成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其实如果你可以 把这些东西 都可以很顺畅的做出来 我想你工作上面要处理再大量的资料 我想应该也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而且处理资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因为就很容易感觉 就像很顺畅的 就可以把这些东西 一下就处理完毕了 但是这个不是最好的策略 后面可能我们按部就班 会再教各位 有没有什么更快的方法 让你的这个工作 更加的快速 尤其是每天 或者是经常性 重复的动作 就可以用一些 像VBA的一些方式 达到极高效率的这个目的